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担心我的穴位会关起来 后来我的贵人就是我的好朋友 他告诉我 诶 Covid过后了 长生学院又开了 你要不要去问一下 可不可以再去开多一次穴位 后来他帮我找了Jason师兄 然后我联络了他 他就把我教给了秉财师兄 那我真的很真诚的要求下 他让我再一次再来到这里 再一次进修我的长生学 让我更加进步 那我的问题是 因为很多年前我学过长生学 然后我就去学了气功 那气功之后我发现我的卵巢不对劲 一直在痛 然后就好像来月经那种痛 那因为我本身 我的老板是副厂科医生 我是他的助手 很多病人他在看诊的时候 我都在旁边听啊 看他做那些探索啊 然后我就大概知道一下我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我是一个不相信西医的人 所以我选择我不去看医生 我也不去询问我自己的老板 到最后突然间有一天我练功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气感不够 然后我就想想到底要怎么 怎么把我的气感增加 就突然间 魏老师的影子 跑进了我的脑里面 那我就在想啊 不然这样啊 我先静坐 然后自调 然后我再练功 这件事情是真的 我的气感马上就增加 就这样子的话 我就比较有信心 我就跟自己说 早晚做功课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躺住 我把我的双手放在我的卵巢这一边 自调了大概两三个月后 已经不痛了 所以我很确定 我没有中卵巢癌 我这里有一个忠告 就是说我们既然学了长生学 不要懒惰哦 每天都要做功课 然后自己会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 谢谢